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是一场灾难 更是一场大浪逃杀 它会逃出那些更好的人 或者每个人品质中向上的部分 虽然现在大部分人宅在家里 同样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疫情一过 当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具备以下特质的人很容易脱颖而出 情绪稳定的人 拿破仑曾说 能控制好情绪的人 比能拿得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深以为然 小孩子才会乱发脾气 淡定平和的内心 沉稳持重的情绪 才是一个成年人的制神法宝 此次疫情中 在武汉方舱医院里 一味清流歌火了 他有些与众不同 周围很嘈杂 他却能够专注于书本 沉浸于阅读 其实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三口 都被确诊为心形肺炎 如果换作别人 面对这样的境遇 或者早就崩溃了 而且在方舱医院里 那么多病人 医生 匆忙的脚步声 聊天声 声吟声交织在一起 一般人哪还有心思读书呢 可清流歌却泰然自若 仿佛这满世界的喧嚣 与他毫无关系 他的照片一经上网 迅速刷屏走红了 有人说 看到他 心里多了片刻的安宁 约翰·米尔顿说 一个人如果能控制自己情绪 欲望和恐惧 那他就胜过国王 当一个人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时 便意味着他掌握了喜怒哀乐的主动权 可以理性思考统筹全局 无论在工作中 生活中 一个冷静淡定的人都会比其他人更接近成功 保持干净的人 我的闺蜜小刘是出了名带干净 疫情发生之前 他每天都是最早到公司的 然后擦座椅 收拾办公桌 疫情发生后 大部分人都只能宅在家里 每天拉里拉遢的大有人在 甚至网上还流传着一个段子 每周洗一次头都是远程办公的最大仪式感 但是小刘每天还是按时起床 像往常一样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在家也每天换上洗好的衣服 然后开始擦地 擦桌子 给家里的脚脚落落消毒 有一天他兴之所致 还在网络上直播了他给家里大扫除的过程 直播中他说 我觉得把家里收拾干净 就是疫情苦难中的意思甜 哈佛商学院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现象 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 往往居家环境和自身穿着都十分地干净正解 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肮脏邋遢的环境中 我喜欢爱干净的人 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强大又温和的力量 不是虚张声势地摇起呐喊 而是静水深流般地尊重自己 热爱环境 营造出一种向上的美好氛围 他们的生命中仿佛自带更新功能 站在清风朗月里 丢掉的是尘埃与旧物 获得的却是精神上的风盈与满足 保持干净在疫情期间是为了抵抗病菌 但是从长远的维度来看 活得干净 心才清净 契赫夫曾说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 无论是面孔 衣裳 还是心灵 思想 我们都不知道疫情过后会迎来怎样的明天 会遇到怎样的机会 但干净做人 利落做事 才是一个成年人迎接明天最好的方式 遵守规矩的人 没有人能够活成一座孤岛 每个人都要与外界联系 无规矩不成方圆 只要人活在社会上就要遵守规矩 淮南子中说 举不正不可为方 归不正不可为圆 成年人最宝贵的财富 不是知识 技能 礼仪 而是规矩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懂得规矩 遵守规矩 是迈向成熟的第一步 在这次疫情中 戴口罩少外出 勤洗手就是规矩 但是有的人偏偏不信 于是我们看到 有人不戴口罩下楼买菜 仅仅15秒的功夫就被病毒感染 有人在疫情期间偏要逛商场 结果商场中发现病例 整个大楼的人全部隔离 而那些遵守规矩的人 却用最频繁的点滴小事 为自己构筑成一道健康防疫公式 他们虽然没有一线抗疫医生 那样的专业素养 但是却用一个普通人的坚守 为抗疫阻击战默默做着贡献 人不以规矩则废 家不以规矩则待 国不以规矩则乱 规矩是守规者的金钟罩 也是违规者的捆先生 往往遵守规矩的人 不必刻意提醒 他们也会在内心 为自己设一道红线 一旦越过 自身的警报就会响起 他们的自由如水 在规矩这座低暗的束缚下 细水长流生生不息 他们的心灵像树 在规矩这位园丁的修剪下 跟神叶茂 绿荫参天 守规矩不是胆小怯懦 而是进退有度 这样的人 也必然会为自己迎来 尊重与赞誓 有转型思维的人 疫情对大多数行业都有打击 尤其是餐饮旅游 商场院线 等人员聚集性的领域 而身在其中的人 再也不能按部就班 高枕无忧 有些人却看到了新的机遇 顺势做起了转型 在我的朋友圈中 有一名健身教练 疫情爆发后 健身房暂停营业 他也随之进入休眠期 这么安下去 几乎等同失业 怎么办呢 他另辟蹊径 在朋友圈里 每天发布 自己录制的健身小视频 教大家如何宅在家里 做运动不变胖 短短几天 他就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于是他乘胜追击 开发出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一下成了明星教练 他将自己平时 在健身房里 积累的教学经验录制出来 比一般的网课更具实用性 他还会定期发布健身餐的制作方法 即使一个人也能做好 就在这短短20多天 他完成了从一个健身教练 到一个KOL的转型 在他的朋友圈中 很多人都留言 等健身房恢复营业后 一定要去选你的课程 在网络上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娱乐场所暂停营业 一些低机发明了云泵底 饭店暂停营业 一些厨师开始在家里直播 传授艺人时的做饭技巧 裸勇的时候活下来的只有两种人 要么带了救生圈 要么能火速找到救生圈 对于一些人来说 危机来了束手无策 就只能死守一盘烂起 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危机也是机会 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身为这世界中的普通个体 每个人抓到王渣的几率实在不高 但上天给了我们一双手 就意味着给了我们翻盘的可能 与其焦虑不如思考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做些什么事能够触底反弹 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 这是村上春树说过的话 许多人都用他来做朋友圈的个性签名 或是转发的微博 但是真正能做到不动声色的 又有几个呢 不过确实有一些真正的牛人 懂得大风大浪沉下去 风平浪静浮上来 疫情是一场大风浪 也是一块试金石 懂得寻找转机的人 能耐得住寂寞 保持好初心 思考比忧愁多 行动比想法多 就像蜗牛一样 柔软且坚韧 文学家沐昕曾说 高质量的生命 是时时刻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疫情一定会过去的 风雨压不垮 苦难中开花 所有不能将我们打倒的事物 终将成为一副盔甲 使我们更加强大 好了 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新媒体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由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